要小心 昨天在質詢陳建然的時候 他叫你們不要大驚小怪 不要多管閒事 不要作秀 你覺得他講什麼道理 我覺得非常無奈 我們現在在國會質詢 其實這兩個議題我都很憤怒 因為都是我有在追蹤的主題 在賴清德去參訪 我們的AI創新的研發中心的時候 它上面的無人機的馬達 驅動馬達竟然是大陸製 而且查到可以看到369塊美金 在網路上面 甚至可以去買 如果按照陳建然說的 我們自己可以研發 那為什麼不擺我們的東西 你要知道 同一個經緯航太的負責人 他在當時蔡英文去參訪 也是無人機國家隊的時候 他們還說 我們軍規廠商 現在做到百分之百 沒有中國零件大家拍拍手 這是2023年9月的時候 結果2024年3月去看 他後來說這個是土耳其的機器 所以上面會有Made in China 我們之後量產的不會有 不是 你為什麼不拿我們的展示機 要去拿土耳其的展示機 這就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在國會殿堂裡面詢問 為什麼我們的軍備品會有MIC 而不是MIT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問題 而且我問得很細 我問說你覺得是大驚小怪 那是不是代表未來在展覽的時候 軍用品都可以有中國大陸製造 只有量產的時候才不行 行政院的態度是這樣嗎 請問這問題哪裡網紅了 就算你要講網紅 我覺得網紅錯在哪裡 他這樣講也有點 我不想要回答這問題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哪有怎麼樣 好像我又看不起網紅還怎麼樣 我覺得這重點不在於說 是不是網紅 在於這個問題本身 是不是行政院長很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他是嘛 是不是牽涉到我們國防未來長遠的發展 他是嘛 是不是牽涉到准總統去視察 我們的應用中心 結果裡面擺的東西 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 它是一個虛假且錯誤的宣傳 是嘛 那陳建仁怎麼會回答不出來 就說人家大驚小怪 最後我要講一下 限職部211這個事情 事情一發生 我們就馬上質詢 馬上追蹤 國防部來我辦公室說明很多次 他們提供給我的211營的平均的 勤募時數表都正常 都占2卸6 當時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我們所理解到的真實情況 跟他們所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有落差 但包含邱國正部長都很堅持 就是有占2卸6 叫我們不要多加揣測 叫你不要多講 結果現在的頒表出來了 你真的就是有他的勤募 沒有占2卸6的情形 為什麼 到底中間是誰造假 誰說謊 這個事情要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之後會請國防部來 我就是要看到211 這一位憲兵他的頒表 到底實際上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最近太多國軍的自傷事件了 我相信每一個事件 都是不同的個案 你不能隨便的去歸因 可是我們是不是 對每一個個案都要足夠的用心 然後要找出原因跟真相 不能媒體報導 你就不接電話 不回應 然後說別人造假 真的 我們希望看到真相到底是什麼 是 鄭老師你怎麼看 我經常批評陳建仁 我覺得昨天一定要針對這件事情 好好肯定他 而且我呼籲國民黨 一定要把昨天這個特殊事件 特殊事件 比如說做一些T恤 幹嘛 不要大驚小怪 這個太重要 變成金句就對了 是 我覺得他在國會殿堂 這麼認真地講了這麼一個定性 而且說不要作秀 為什麼要把他鞏固下來 這個這麼好的戰果 第一個 那就表示怎麼樣 這個沒什麼 他行政院長也是跟你定性 這就沒事 不能大驚小怪 對不對 從此以後就免得很多 各種各樣怕擔驚受怕 第二個 他就在打臉以前 什麼王世堅 王定宇 包括蘇貞昌 那些 那就表示他們過去 是大驚小怪盜的極點 這些是藍的 藍的照說應該是比較親共 連藍的都表示說怎麼可以用老公的 沒定性 然後就不要大驚小怪 你都不認為藍的 連藍的都關心 你都認為這不是大事 綠的不就是什麼 作秀 就是你講什麼作秀 所以我是覺得說昨天這個東西 太太太重要了 一定要把它鞏固下來 大家要知道 我們已經深受旗艾太久了 民進黨這些人是兩道符咒 要台灣跟他吹落 這是一種 另外就是什麼 妖魔化中國 什麼事情 中國好像神通廣大 好像無孔不入 好像非常的厲害 可以控制到你的身上 每個細胞 你把中國 中共 大陸 這樣過度的妖魔化 我認為反映你們這些傢伙 才是妖魔 真的 你們如此的在魔咒亂吹 妖魔化對方 把生活中很多 不應該有這麼多的緊張刺激的氣氛 不應該製造這麼多的對立 都被你們搞起來 你們這種行為不是妖嗎 你們這行為不是魔嗎 王定宇 王世堅 你們這些傢伙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昨天陳建仁這個事情 一定要正面看待 從此就把他三二二 這個質詢 特別見證人在這裡 做他的那個樣子 然後講話的T恤 我要穿在身上 待在身上 以後他再講 就把這個舉出來 從此把他嘴巴就瘋了 這才能夠拓展我們真的 免於恐懼的很重要的自由 講到無人機 你真正問題要嚴重 你今天在國防上搞無人機 全世界都要搞 你們知道嗎 最厲害的是誰 老共 老共的無人機是全世界都知道 厲害到不得了 你敢面對嗎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 再進一步講 如果說我們擔心武器被控制 我們武器大部分都從哪裡來 你說你現在開發一個新的東西 裡面有中共零件 你就嚇得這樣 我們主要的武器都是美國人來的 美國的控制力道 你們不知道嗎 美國那實在是真正控制 美國的控制 你們都沒有感覺 包括我們的各種各樣的監測系統 包括武器裡面 如果你們擔心說 他可以怎麼樣遙控 到時候 你不想打他打出去 你想打出去你打不出去 這才是你應該恐懼的 結果他混淆的焦點 把不應該擴大 把它這麼擴大 讓老百姓新增恐懼 這真的是人家認真質詢 還是鞏固昨天 武器大小小小 沒什麼撩不去 是 鞭香委員你怎麼看 如果未來遇到陳建人的話 會不會以齊人之道 還治齊人之聲 我昨天也領教過他的功力 昨天是第一次 在院會遇到陳建人 因為之前有一些實安專報 抽錢沒有抽到 就是真的他 我覺得他就完全不是來 一個行政的官員來回答 我們立法委員的資訊 他就完全就是來跟你吵架 然後藉由製造混亂 然後把每個人的質詢直接拖過 然後就沒有他的事情 這樣撐時間 把他撐過去就好 他完全不會針對你的問題回答 或是跟你打亂你的 質詢節奏而已 我覺得陳建人在昨天 我覺得他犯了一個 相當大的一個錯誤 什麼錯 他沒有搞清楚 民進黨 他忘了一件事 民進黨的神主牌 叫抗中保台 只要扯到中國的東西 絕對都是萬惡不赦 他昨天居然說出 這有什麼 這不值得大驚小怪 你牛不要大驚小怪 對 民進黨就是一個 之前有兩個神主牌 一個核電 一個是抗中保台 那核電這個 其實在賴清德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一點動搖了 抗中保台這個事件 你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你說施勒的問題 趙天玲 其他人沒有有事 其他人不會有事 但是為什麼趙天玲有事 因為就是扯到中國 只要扯到中國 在民進黨的體系內 你就是零龍忍 你今天已經是一個行政院長 所以我很擔心 我應該覺得賴清德上任之後 應該他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觀念不正確 應該是很快 沒有 我要給你調整一下 他昨天做了一件 非常正確的事情 真的正確 過去民進黨的錯誤糾正過來 你這個要這樣講才可以 隔山打牛 打臉王定宇